九龍城除了泰國菜外 還有很多老字號 例如這間開業了32年的糖水店 就一直見證著這一區的變遷 九龍城地貿館是1990年由鳳山開始創業 一開始為何選九龍城這個地點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啟德的機場 上當初啟德機場的時候 九龍城是一個非常繁榮的區 很多不同國家 旅客 甚至乎明星都會來這裡消費 所以上當初鳳山跟其他志同道合的partner 選中九龍城去創業 一直以來九龍城地貿館都是貨真價實 價錢優惠的中式寒水 所以令到很多街坊的歡迎 鳳先生在2014年退休 交給他的女兒我的好朋友Judy去接手 在2014年Judy接手之後 那幾年裏我看到Judy和她先生 不斷為這個品牌努力 所以就吸引到我2018年加入了地貿館甜品 我們地貿館最受歡迎的三個產品 就是合桃露 芝麻糊和杏仁茶 我們全部都是三項 每天新鮮製造的 我們合桃露就是用雲南的有衣合桃 去榨完之後就去磨的 然後我們芝麻糊就用黑白芝麻 每天都炒完之後就去磨的 我們杏仁茶就使用龍王的大南杏 去每天鮮磨 絕對是沒有溝粉的 其實地貿館我們都是承繼廣東糖水的文化的 其實有些糖水都不是我們自創出來的 譬如桑記生 合桃 芝麻 附竹意味 都是一直以來有的 我們在客人上如果需要甚麼產品 我們都要介紹 譬如最近熱氣 吃得熱氣多 我們就會介紹綠豆山 或者如果懷孕的婦女 我們都會介紹桑記生 蓮子 這些養生一點和潤一點的產品 店舖一向口碑很好 但是遇著這幾年的疫情 生意難免都有影響 疫情期間對我們糖水浦的夜晚生意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幸好我們2016年開始就Joy Deleet To這個服務 然後就幫助我們開台了很多外賣上的市場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客人都不喜歡出街買糖水 所以這方面是幫助我們很多 尤其是疫情期間 我們的生意可能跌了是四成的 這方面Deleet To這個服務 就會幫助我們 是掩蓋到店舖上的營運開支等各樣 尤其是對一些新界西的分店來說 因為地方比較闊一點 如果靠Deleet To的服務 就可以幫助我們 spread得趕一點 因為我們店舖的地點是屯門市中心裏面 不是說很多客人經常都 尤其是疫情期間 不會說開車過來市中心買東西 這方面就幫助我們很多 生意上幫助我們很多 很多潛在客戶都因為 Deleet To這個服務而認識我們 在這一兩年 最近我們就跟Deleet To合作 邀請了本地的賊畫師 Janis幫我們設計了這麼漂亮的外賣碗 這個外賣碗裏面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情懷 植物 九龍城的建築物 各樣的 最重要就是有這個 Deleet To的哥哥仔的公仔 因為大家都合作了幾年 真的非常之 一個重要的partner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另外這一方面就是 這個母親節的mother's day card 這個就是Deleet To合作 我們去送給Deleet To合作的客戶 一間老字號可以走到今時今日 全因他們懂得與時並進 吸引到不同年紀的客人一直支持 在這兩年我們都開拓了幾間分店 分別在將軍澳屯門和淘大區 一直以來很感謝街坊的支持 喜歡吃我們的糖水 其實不要這麼單一發想 中式糖水就是吸引一些 比較上了年紀的人士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 這些養生的糖水 就像九龍城這間店 其實晚上很多大學生 或者中學生都喜歡來這裏 Gathering 吃碗糖水的 所以不一定說中式糖水是吸引 上一個年紀的那些客人